您正在收看的是澳亚卫视中文台 接下来请收看澳门万象 澳门万象由华发股份独家特约播出 社团在澳门举行相关的互动 推行负责博彩和叫大家认清赌博 橘骰子玩民工抽问题拿奖品 这不是社区的园游会 而是要让居民们从游戏中 澳门稳居亚洲赌坛龙头 但隐藏在社区中的病态赌徒却难以发掘 社工局调查有2.8%的居民可能是病态赌徒 但上映了该到哪届一般人却几乎都不知道 为了找出社区的潜在问题 辅导借度的社区团体特别选在社区办活动 希望能借由贴近市民的举动 让有需要的民众知道哪里可以获得帮助 社区团体表示 光是今年1到8月求助民众就超过200人 几乎等同于去年一整年的求助数字 未来还会再举办相关活动 希望能将任清赌博的概念 推广到每位市民的心中 欢迎今天光临澳门万丈嘉宾 是澳门日安社的金雪梅辅导员 欢迎金雪梅小姐 你好 你好 一起来关注相关的话题 其实过往的工作当中 你们都是非常关心问题及病态赌徒 其实都接触过不少的个案 和我们一起来分析相关的趋势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澳门的病态赌博的数字 其实年年上升 最近一年去知道赌徒的数字 其实是占我们2.8%的人口 所以在我们的国际性病态赌博的比率其实是1 所以其实澳门这个地区 是不是比起其他地区的赌博问题是严重的呢 一定的 所以就说只是病态赌徒而已 就没计算他家人的对于 病态赌徒对家人的伤害 我们在一些研究里面显示 就是说一个赌徒其实他是影响着 他周边17个的一些朋友 家人的一些情况 令到其实整个社区都是有影响的 这个赌博问题 就是说单单从数字上来看 那个比例都是比较高的 是的 所以我们都关注澳门的龙头产业 博彩宇在澳湖发展的同时 其实背后带来一些社会问题 大家都非常之关心 尤其是看回刚才你谈到的 数字那么高的比例 还有会影响周边那么多的亲戚 或者朋友 同事也好 所以其实这些问题 是需要来到广泛关注的 现在随着电脑化的 科技化的进展之外 其实现在说到博彩 已经不是单单只是以前的概念 或者是买大小 发购票 可能他是透过电脑投注 已经是比较多元的趋势了 其实在我们的服务里面 其实现在有一个网上资讯 以及网上外展的服务 为什么会发展这个服务呢 就是其实都好像刘先生所说 就是我们都开始发觉 一个赌博的问题是科技化 科技化的意思就是 其实他可以透过互联网 去投注 以及直接在网上玩的 玩赌博这个游戏 令到一些年轻人 其实可能入赌场 现在只需要18岁 但是互联网 其实是不需要有年龄的限制的 所以其实在这个严重的情况下 其实就会影响到 年轻人他们不需要入赌场 就已经可以赌博了 令到互联网 那个亦都很生活化 我们也看到一些讨论区 其实叫做博彩专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类型的讨论 在里面经常会听到一些人就说 什么必胜的揽 百家乐必胜的招 一些所谓的路可触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一种谋误 当然也有一些正确的资讯 但是可能比例是10比1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会派一些社工 就会去到一些博彩专区里面 去帮这些人 当然其实可能他们是处于一个 我们叫做懵懂期 懵懂期的意思是说 我不觉得赌博对于我来说 有什么影响 我还很享受这件事 还很享乐 觉得赌博对于我来说是很好的 这班人 当然这个服务其实不是做一个治疗性 它是做一个及早预防的一个步骤 令到他真的若果觉得有一些赌博问题 他可以知道有哪个人可以协助他 所以其实那个意识方面都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将成赌博 变成所谓的娱乐活动 认为自己的自制能力很强 很自信 而且可以触到一些所谓的门路 甚至有一个叫做所谓的小赌移情 其实我个人来说就不是很赞成这个观点 因为很多人都是由小赌移情开始的 因为会越踩越深 当然这个话题我们稍微会继续关注 再来看看其实看一些数据 也有专家提醒 是有透过三种模式 可以帮助一些病态倒徒 第一就是禁止鼓吹博彩的广告 因为现在看到铺天盖地 你和过关的时候 通常都会派发一些冊子 很有吸引力的广告 第二就是在博彩区域 禁止设立自动提款机 可以某种程度减少他们的心引 第三就是取消穿梭巴士服务 在目前澳门的实际情况之下 行不行得通呢 其实都是自己探讨的 其实对于广告上 我们觉得其实若你买广告是可以的 但有些广告其实是存在在一些谋误的成分里面 误度成分 误度 误度就是赌博让你置库 ok 举例 当然有没有就大家自己去看 赌博是否让人置库 这个不是等于 何谓赌博 赌博的意思是我们不可以控制结果 我们不可以预知结果 你怎样可以好像工作 我工作我就知道一个月有6000元 这是一定 但是你是等于 我的付出是等于我的收入 但你的赌博 若是称得赌博 其实你是不可以预知到 你不可以控制到结果 那就是何来置库 所以这个不是等于的时候 其实这个广告是存在一种 令人误度的讯息的时候 我们就不赞成 也有一些地区就是说 其实他们需要认清赌博 认清赌博的意思是说 其实是一种知识的教育 那种知识 比如说八家乐 你有多少个百分比 你是会被人抽水的 你有多少个百分比 是会赢到的 这种令到人 其实他可以有一个知情的决定 就是说你呢 若果在这种机率情况下 你都愿意接受那个赌博的 那你就自己去参与 因为你已经18岁了 是一个成年人 你可以知道底下 你去决定那件事的 但是若果 那个广告 如果他心引起的时候 有些人可以阻止到他 那个很冲动的时刻 或者是阻止到他那个冲动的时刻 有种程度去有动作源 是的 令到他可以清醒一下 很多外国的地方 就是有一些叫做赌博资讯亭 令一些人可以去到那里 可以坐一坐 冷静一下 是冷静一下 你究竟承不承担到代价呢 而你可不可以继续再赌博资讯去的时候 你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不好处呢 就让那个其实有一些辅导员 可以介入到职场的 即是他的冲动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令到他有一个清醒的时候 这个对于一些病态倒徒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施 其实某种程度 很多时候人面对生活的时候 就是一种心态 面对赌博的时候 或者沉迷赌博 也是一种心态 我们经常说 是很多人会形成一种叫做 心态 心态是怎样来呢 就是他寄望于自己 或者想象 活在自己的想象世界当中 就认为自己一定会赢 假如你沉迷赌博的时候 想到自己会输到 某种后果的时候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很理性 但因为每个人都会有幻想 认为那几百万的大奖 又或者 那个所谓的门路被你捉到之后 你是可以赢到大钱的 所以每个人是想着自己会赢的 那个部分 但想不到自己可能会输 某种程度叫做太过自信 而且在幻想想当中 所以控制这个目标 就是向前冲 夺杀 其实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以及那个方向的价值观 自己就是在想象中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 为什么会很难戒呢 是不是因为心引发了 讲一下这部分 OK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心理学的问题 譬如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宣妹 你想一下宣妹是会怎样的 我叫你不要停 你不要流口水 不会的 人是会很自然想起某一个记忆 或者吃过某一件事 或者经历某一件事 很容易就会 探索当时的感觉出来 这是很自然成为了一个生理反应 除了我们在辅导上 其实是纽证他的心态的时候 以及在另一方面 其实在一些生理反应上 我们都会知道他怎样做 例如我刚刚叫朋友 你不要流口水 你想到宣妹 一样的就是有些赌徒 他说我要发誓 我不再赌了 斩手指这种情况 对灯火发誓 我不去赌了 其实不是的 他是决心的时候 其实人经历了某一段的经历 他必须会有这种经历的 一个相同的生理反应 譬如有些个案 其实他跟我说 他会在见到赌场的一些灯色 即是他心引会跳动 即是他自己的心 是会很容易这样跳动 还有他自己现在不敢去 一些赌场的自助餐 他朋友来到澳门 他不敢带他去 他怕他控制不了自己 对了 但对于他来说 是一个保护的因素 因为他知道哪些是陷阱 哪些是对于他的心引 勾气他的心引 我们叫做trigger 就是trigger 他就会勾气他的心引 的机会就会越大 所以你在辅导中 你需要知道什么 是你的trigger 是trigger到你 会令到你去到的 你知道的话 其实比起你不知道 就是一个进步 这些就是成功了 是的 稍后更多的个案 或者一些现在病态倒徒 或者问题倒徒的趋势 稍后继续关注 和谈讨论 稍后继续关注 这里 栖息着一切的自然和美好 我们守护着一个远远流长的传统 投入 体位 传承一种生活的文化 他的名字叫庄园 华发生态庄园 独特视角直击最火辣的新闻热点 独立观点 洞察最隐秘的新闻真相 读到评说 解读最复杂的新闻关系 澳亚新闻每晚八点 从台湾观点带你深入了解台湾 探索大街小巷的台湾民俗风旗 掌握最火热的台湾经济动漫 进行锁定走进台湾 每天中午用30分钟 带给您数点清晰的新闻资讯 无论是国际大事 台港澳动态 还是台经资讯 两年全球经济增长范园 五间报道 每天中午12点 给您一整天最需要的资讯能量 探索澳门 澳门幻想 既无失证 日清正控制的新鲜事 未消失 独到风格 开拓您的视野 争锋对话 焦点事件 尽在澳门幻想 回溯历史瞬间 揭开尘封档案 穿越时空迷雾 探究未解之谜 澳亚卫视重磅推出 大历史一角 带您一同解密 那些鲜为人知的岁月传奇 他们曾经改变过这座城市 他们曾经感动过澳门 他们现在默默无闻 他们现在生活依旧 记录他们 感悟人生 感动生活 澳门第一部《人物传奇史》电视系列 感动暗门 好 欢迎各位在港局之后 继续锁定澳门万象 我是刘宗芝 今次回来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澳门日安社的 金雪梅辅导员 今次就继续谈谈病态倒徒 或者问题倒徒的相关话题 在上一部分的节目当中 都在探讨一些趋势 各方面的特性 其实刚才上半部分 我们也提到一个病态倒徒 其实他不单单是自己 误入歧途 愈踩愈深 他也会影响身边很多的亲属 朋友 甚至同事 所以其实戒倒也有心隐 其实不单单是个人行为 是一种衍生出很多社会问题 其实在我们的个案里面 它是衍生了很多社会问题 比如债务 比如情绪的失控 影响到生活 它是用一个赌博的行为 去逃避一些情绪 所以其实现在已经变成 鸡铜鸡蛋的问题 本来可能赌影响到生活 现在可能生活又会影响 生活本身有一些因素 可能他是博彩从业园 或者他跟博彩有一个相关的职业 例如澳门有一个特色 叫搭马这种职位 所以其实他们在赌场里面的经历 会有很多 但这种经历 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经常会讨论到一些话题 就是赌博 或者是一些赌博相关的事 所以其实他们都会带回家 或者是跟家人谈论的时候 其实家人也都知道了 所以回来的主题就是说 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就是其实家人对于他 若他知道他是一个赌徒的话 其实那个赌博 在家人提起的时候 就会已经是一个禁忌 所以其实家人知道这个人 若他曾经去到的话 其实他对于他的信任 或者家庭的安全感 其实是越来越疏离的 所以对于一个人正常 一个人是要回到家庭里面的 每一个人都有家庭的 若他在这种情况下 是直接影响家庭的功能的发挥 对于他一般正常的生活 已经慢慢去影响 有些专家学者就形容 赌博叫做一个癌症的细胞 一开始没什么的 你赢钱 就是你还在享乐 第二个阶段 你开始输钱 那些癌症的细胞 就是你身体里面扩散 扩散了去哪里呢 就是生活工作朋友 慢慢扩散 令到你最后可能是要 大理之白 有很多的问题倒徒 甚至是病态倒徒 都是从事和博彩业相关的行业 所以其实 企业来说这方面的社会责任 应该在宣传这方面 是否应该多多些功夫 是 其实很好的 我们每个人原来都知道 澳门是一个赌博的城市 靠博彩业为龙头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肩负起 我们都要对赌博有关注 比如传媒都会去问一些 相关负责博彩 我们究竟怎样帮到 怎样去关注这个问题 每个人 在负责博彩的概念里面 其实是每个人 都是这个社会的 一个叫做持分者的角色 就是你都有份的 即是说我们作为民间机构 亦都去做一些治疗的角色 博企他们亦都去做一个 协助我们去做治疗的中介人 他们怎样做中介人呢 就是说可能他们就引入 我们一些民间机构 或者治疗机构 或者一些教育的机构 进入他们的一些员工的休息室 或者他们的一些培训的课堂里面 其实去进行一个正规的 一些负责博彩的教育 譬如现在我们就 日安社是进入一些博企里面 主要是澳博为主的 就进入去做一些 无论是职前 或者他在职期间 他想下一个新的博彩牌 其实他都要经过我们的RG的培训 就是Responsible Gambling的TALK 这个培训 这个培训里面 其实我们会让他知道 什么是负责博彩 什么是叫赌博 现在赌博的形式也是多元化 除了入赌场之外 对一些未满18岁的学生来说 他们可能会透过电脑参加赌博 看看下面的那个案 我的同学98岁 或者乘搭一些同学的朋友去买 代表 有时同学乘搭买 有些就几个人夹份 几个朋友的朋友 例如年龄18岁的那些 帮他们去买 都不多人 其实都比较多 就是你和同学之间多人 是的 因为他们觉得赌博好像一种 娱乐吃饭 那么普通 他们觉得不是一个问题 他们觉得 他们觉得 晚上看一场球 很闷啊 差一大球 不如买下球 刺激一下 他们就像这样 你有没有买过 我没有 因为我对足球有没有兴趣 我觉得赌钱 其实是挺浪败的 因为赌钱是一种投机活动 不是投资 现在参与赌博也有很多年轻人 假如未及18岁 入到赌场 都可以透过网上投注 因为现在很多青少年喜欢看球 觉得只看没什么忍 不如买下球 刺激一下 一种心态 就是当娱乐都有 嗯 其实呢 这个是绝对在青少年里 我们是需要关注的议题 刚刚我们看到青少年 其实他还未处于一个 我们叫做谷底 若果是这张图里面 其实他是处于一个谷底的时候 其实多数个个案 才会来到去戒斗 所以就说 在我们的个案里面 若果他还未接触到 即未去到谷底的时候 他仍然在沉迷着 或者是享乐着 所以年轻人 他未知道赌博的误害的时候 他仍然隐性在社区里面 也有一个个案想分享 就是一个女性个案 他是一个年轻的博彩虫园 就是说其实他有男朋友 而令到我们一个很典型的女性 其实就很关注他自己男朋友的情况是怎样的 但是他就自己赌了一份 但是那个男朋友就不求助 自己最后就赌到自己的 那些叫什么 存回来的钱就没了 最后就来求助 那家人就只怪他 但是其实不知道 原来这个女性的年轻人背后 是有一段故事的 有一段爱情故事 所以就说其实这个男性他求刺激 其实是影响他身边的女性 都在一起 所以就不单止年轻人 其实年轻人的伴侣 或者他们之间的朋友 我们都是需要去做多些的服务 是 会影响身边的朋友 和尝试至少十几个人 还有很多人如果真是沉迷赌博 变成了病态赌徒之后 心理上也都是承受着很大压力的 其实我们在接触的个案当中 其实都有分两类型的 有一类的就是我们都说是比较潜在 那个危机性比较高一点 因为当我们接个案 或者接二线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 譬如听到他曾经有自杀过 又或者是他有很大的精神困扰 那这类型呢 通常我们都会比较注意多一点 是比较关心多一点 甚至乎是见得密一点的 那另外一类型呢 就真的是付诸实行的 真的会做到的 那譬如在我们自己的个案里面 或者是热线 都试过两种类型的 那其中一个呢 就是曾经在接到热线的时候 曾经听到那个求助者就说 我现在就站在天台边 因为欠了落大尔洞的债 再加上是家人他的配偶 是极之不支持的 甚至乎是想将他 就是想不要他 那面对一个最危机的关头呢 他自己转不到过来 那他自己 但是又不想 就是很不甘心 不希望就这样玩完 那所以就打电话上来求助 那在这些个案里 我们都曾经试过 就要同事 也有自己的心理素质准备好了 就会一起出队去到那个地方 那次的个案 我们其实都很幸福 就是他的情绪能够真的稳定了 和阉斜还可以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能够帮他安抚到情绪 那到现在这个个案 其实他都停了 他和家人的关系都可以重修 那另外一个 也都曾经试过 另外一些的例子 就是有一个个案 就是打电话来 也都是 那就是说 他已经拿着一个利器在手上 那他准备是想自杀的 一刀两断 因为他都觉得 长此下去 他还那条债都还不到 他看不到一个命天在那 那所以就 但是他又不允许我们报警 如果不是就更加会 就是采用一个更激进的手法 是的 我们都不希望一些 真是沉迷赌博的病态赌徒的朋友 去真是走到这么过激的一步 就是自残 甚至是自杀 关键是主动求助 就是未等问题去到这么严重的时候 就应该是尋求协助 是的 其实在我们的个案里面 其实我们会提供一些 叫治疗小组的一些小组 近期我们就进了一些 我们去了监狱 就和一些曾经有赌博问题的 因为赌博问题 他进去监狱的一些朋友 他们就去谈他们现在的情况 他们很有趣 他们就说了不同 他们那些叫控赌前 控赌后的一种情况 比如我手上拿着一张 就是说 这个个案他就说 他现在的生活 是一个很灰暗 或者是只有他自己 他去说他自己的情况 但是他就形容他自己 戒斗后 或者他去改变之后 其实他是一个很有生机的 他自己是很有一个 很想他自己是很活泼 很想他自己的生活环境 是有很多阳光的一个人 所以就是做这个治疗小组的背后 其实他们是有希望的 亦都有一个很失望的时候 需要一些辅导员 或者一些朋友 家人去支持他 亦都有很多个个案 他们都说 他都不想 这张照片 他就说他自己 在倒闭的时候 他很害怕朋友打电话给他 很害怕家人打电话给他 在这里 很害怕自己的家人打电话给他 因为我又要说大话 所以他很害怕 很多个个案 所以其实关键问题就是 一方面自己是 找到自己的问题根源所在 主动寻求协作 一方面是家人的支持 和关怀都很重要 今天多谢金小姐 也多谢各位收睇 今天的澳门漫像 相关话题在明天节目当中 持续为你关注的 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